這應該是我見過最氣冷的毒蛇小子 事情是這樣的 昨天隨機了一把操體 被敵人淘汰後 跳到了隊友的觀戰視角 一個毒蛇小子在水塵木橋底下狗分 結果聽到了雞哥的聲音 說來拿下手沙後 正準備回去狗分 結果被一個 的女大學生吐吐吐了 原本以為他會到基站召回我們 結果 破拳 這在幹嘛 全對著吸彎呀 好傢伙換了一套衣服後 他開始裝滿補底箱了 然後又用拳頭錘掉 好像已經忘記了有三個等待救援的隊友 不是 現在的毒蛇小子已經進展成這樣了嗎 這還不值 看我們沒有退出去 甚至還開啟了表演模式 好吧 我看你能活多久 當然我也希望屏幕前的你 打出2024後不會再遇到這種人 現在絕對圈不在這裡了 毒蛇小子這玩家跳準備進圈 結果下來後聽到了車神 我還以為他會跑的 結果選擇偷襲 OK遊戲結束 想了想這也不能怪他 我後面看了下他的資料 這KD確實只適合這種打法 小子牛P